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观众面前所经历的喜悦和忧伤 诚意的突然走红 引发了许多网友开始挖掘她的过去 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这些事情并非负面消息 却都是关于她曾经受到各种委屈的 根据诚意最近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可以看出她慢半拍是有原因的 如果没有袁永怡 恐怕没有人能够了解到她背后隐藏的无数心酸 曾经受到导演 制片人甚至工作人员的无视和打击 使得她现在充满了顾虑 犹豫和畏首畏尾 被导演毫不客气地指出你的演技不够好 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尽管她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工作人员对她仍然给予特殊待遇 尽管她曾经勇敢地为自己争取 却屡次被忽视 只能默默无闻 她第一次参与《青云志》剧组上综艺节目时 除了在自我介绍时接受了特写镜头 其他时间都如同被警班默默陪衬 近期的综艺中 成衣依然保持住她自己的风格 虽然动作有时显得缓慢 但她却总是能在C位上吸引人们的注意 成衣逐渐从配角晋升为大男主角 在此过程中她也体会到了人情冷暖 她一方面不断激励自己 另一方面将更多的感受融入到角色中 能够出演知名综艺节目 已经成为她成功的开端 艺人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努力 还有幸运的因素 一个演员能够红得久远 取决于他们的天赋 机遇以及持续的努力 只要是真心努力的人 无论是在娱乐圈还是普通人的职场 都应该主动争取 准没错 《莲花楼》这部剧吸引我最多的地方 不仅仅是其悬疑的剧情 它缓缓相扣 不拖泥带水 没有过多的情感纠葛 此外 演员们出色的表演和对角色的生动诠释 也让人印象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 已经经历了半生的人 在面对人生心境的变化时 拥有更加引人入胜的魅力 我们每个人都曾怀揣住长大的憧憬 相信毕业后的人生必将踏上辉煌之路 然而 出乎意料的是 过去那段充满书香气息的求学时光 却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一旦人们成年进入社会 他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各种没有明确答案的考试和磨练 还有周围人逐渐离他们远去 生活会迫使我们不得不低头面对现实 即使那些微小的事情也未曾引起我们关注 而我们一直全神贯注地为自己的拼搏努力 直到后来才意识到 生活的琐事中所蕴含的宁静和温馨是如此珍贵和稀缺 在回顾过去的时候 可以发现不仅仅是在演艺圈 任何地方都存在助踩他排挤的行为 心机深重的人随处可见 除非你对别人没有任何威胁 否则很难避免受到特殊对待 在单位里 就像黄渤所说的那样 成功的背后往往都伴随着一些心酸 事实上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充满了心机 诚意算是个幸运的人 用了11年的时间 凭助自己的努力成功闯荡出一条路来到众人面前 他经常强调不要抱怨太多 而是要积极行动 这样必定没有错 他会亲自对粉丝表示 我身体状况良好 希望大家要好好保重自己和家人 诚意如此努力和温暖 难道还能不让人喜爱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